欢迎收看理财达人秀 今天是7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今天台股的收盘非常巧妙 就收在15000点 好最近我们常常提醒大家 一件事叫选股不选市 因为个股的表现落差很大 大家有注意到吗 昨天美股的盘后 Amazon本来预期它不太好 结果它却结出好的财报 股价大涨 但是Intel有点跌破大家的眼镜 不如预期之外 连Q3的财测都是往下修的 所以Intel盘后是大跌10% 可是Intel的跌倒却换来 台湾半导体的欢欣鼓舞 今天台积电是一马当先 连电也拉尾盘 到底该怎么解读呢 难道接下来电子股就会强者横强吗 今天施工来到现场 会来帮大家解说了 我们跟着美股财报做台股可以吗 例如平盖股最近相对表现是比较亮眼的 是不是后面就拉货潮会来呢 那亚马逊跟这个Intel 到底要对应台湾哪些股票呢 今天会一并帮大家做解说 还有我的老朋友 好多年没有出现在东森财经台的 大佛李奇展我们的外汇专家 今天特别光临理财大人秀 他会来提醒大家 昨天晚上美国也公布了第二季的GDP 比我们先前预估 季减1.2事实上是好一些的 只有季减0.9 难道这是经济真的没有衰退的好消息吗 还是拆开来看 其实里面有秘密哦 有一些项目在暗示着 也许第三季我们现在可以歌舞升平 但是到了第四季 我们还是要面对景气出状况的问题 有可能在第四季有一个补跌段哦 今天大佛会来提醒大家 为什么第三季稍微安心 第四季提高警觉哦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7月最后一个交易日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就收在1万5千点哦 好所以这边要来请教施工了 到底我们下礼拜这个反弹 本来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吧 看起来气势继续延续 并不会因为单一公司 像现在开法说 很多人开完就跌停板 好像没有因为这些单一杂音而困扰 我们下礼拜要怎么看盘事呢 我们能够从这些美股的财报好坏 来挑对应的股票吗 那当然可以哦 大家看一下哦 因为呢 除了Amazon之外啦 这个我们其实在其他的这些股票里面 他们跟我们台湾的这个电子股的连接性都非常的高 那么像是苹果 那苹果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第三季的 他们是第三季了 我们的第二季 就是我们的第二季 那第二季呢 他的这个营收呢 830亿美元 创了这个有史以来第二季的新高 创了新高 那表现好不好 当然好 年增率百分之二 只要不会太坏就是好 对 没错 是不是 那他为什么会 那看重点在哪里 重点是在这里哦 中国封城呢 当时大家就想说 哇 他的营收一定 中国大陆的市场 他营收一定很烂 对不对 结果呢 他只掉了一层而已 那他想说 哇 怎么都没有掉下来 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 为什么他没有掉下来 好 那所以呢 就看出来 中国大陆市场对这个iPhone的需求是很强的 那第二个呢 iPhone呢 并没有如市场传言一样的砍单砍一层 有没有 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前一个月 六月的时候 这个市场传言说 哦 这个iPhone呢 要砍单一层 所以砍台积电的单 对不对 当时呢 大家都吓得要死 可是呢 他并没有砍单 然后呢 他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他因为抢占华为的市场 原来呢 全世界的这个地球上的这个三巨头 就是三个高阶的品牌 是 就是苹果 三星 华为 那现在华为呢 退休了 对不对 比较没有听到声音了 对 他现在做那个中阶的机种了 是 那么 所以现在就变成 这个苹果跟三星 iPhone跟三星 要来抢这个华为 空出来的这块市场 那目前看起来 从这一次的财报看起来 苹果是赢了 是 三星是输掉了 那所以呢 对于平盖股来讲的话呢 像是华通 大力光红海针鼎这一些 那么这一些的这个股票呢 我们是觉得说他们是有希望的 有机会的 那至于说像Intel呢 Intel你看它年减率22% 很惊人 这非常大的一个跌幅 而且呢毛利率呢 从第一季的50.4% 现在掉到36.5% 非常惊人 超恐怖的 我看到这个 我看到这个财报 我都 我都 我如果是Intel的人 我看到就 因为它比台湾的相关 不管是晶圆代工或IT设计 它两个都有嘛 对 它都掉的比别人多 对啊 掉的很多 那所以由这一点 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生产 它的晶片的研发 碰到很大的瓶颈 对不对 非常大的瓶颈 所以呢 它不好 那它就会想办法 这个来 这个增加台积电的代工量 对不对 那么其实 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 为什么 它的这个CEO 要两度跑到台湾来找台积电 是真的 对 大家原来都 都以为说 它要来砍单的 没有 对不对 结果呢 现在就告诉你说 它有可能是要增加 它的下单量 好 然后呢 另外一个有关系的呢 就像宏基这一些 那宏 因为它不好 表示怎么样 消费性的电子产品 像是不管是PC MB 手机 可能都会有一些问题 是 那宏基呢 可能就是受到影响的之一 所以呢 对于像PCR MB 伺服器 这一些的产业呢 大家可能要稍微的小心一点 好 等于相对应的产业跟股票 我们先有所了解啦 当然 Intel对应到宏基 宏基可能是比较受害者 是的 对应到台积电 可能是比较受贵者 对没错 好 当然刚才也讲了 下礼拜一 最好是有一个小红棒 是 如果没有呢 是不是可以就整个大盘 帮我们再做一些杀盘推演 OK 好 那么我还是觉得收红的机会大 为什么都觉得收红的机会大呢 大家来看一下 因为呢 那个美国股市呢 这个四大指数 都已经全部都站稳季线了 对不对 连续两红 表示他们已经站稳季线了 那而且呢 站稳季线表示怎么样 重回中期的多头格局了 所以对于我们台湾的股市来讲 是个这个有利的靠山 那至于说台湾股市呢 大家也没发现 从昨天开始 月线呢 已经开始止跌翻扬了 没错 往上了 开始止跌翻扬了 然后从今天开始呢 就是连续七个交易日 它都是呢 月线都是扣减在低指数区 表示呢 月线会持续的往上走 另外一个更重要的重点是呢 今天的收盘指数呢 收在15000点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的意义不在于说 我们又站上15000了 整数关卡了 不是 而是在于说 它把昨天开始往下滑的 五日线又拉起来了 又拉起来 结果就变成什么形态 五日线在最上面 十日线在中间 这个月线在底下 同步的往上走 这个叫做呢 多头排列 好 均线多排咯 对 均线多头排列了 好厉害耶 很厉害耶 对不对 那我在 在前几天我就开始在那边 期待了得算 它到底要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才多头排列 所以你一个多头排列出来 它至少应该会有个短期的一个 这个涨势 可以值得期待的 那另外我们再看周线 好 周线是长线 因为我们之前常常讲 短线转多的态势还蛮明显的 但是周线只是一个小反弹而已 哦 大家就有所不知 也在今天改变了嘛 我们刚才讲过了 这个盘是有机会走到这个8月8号 那么重点在哪里 因为这个礼拜的周线算是收红的 可是呢 成交量缩得很厉害 有点量价背离的味道 所以我们就要看下礼拜能不能够补量 那补量要到什么程度呢 每天的平均成交量要到2600亿 那如果 有点吃力吧 这礼拜前三天都1800亿而已 没有错 所以有点吃力 所以这就我的意思 如果呢 下礼拜周线继续收红 可是它的日群量没有到2600亿的话 那大家就要小心一点 在下下个礼拜 可能它有可能会拉回了 好 因为我们现在有发现 美股啊 他们做多的态势和那种气氛也蛮浓的 对 非常浓厚 只是个股会有强弱表现 对 没错 所以可能我们现在叫做且战且走 是的 我们从一档一档个股来看 如果有好消息的事实上它会反应 那当然 那有坏消息的 即使只跌天我们还是先避开 没有错 所以我们要看谁呢 那当然第一个就要看瓶盖股 刚刚我们讲 那当然像是什么鸿海啦 针鼎这些 我们都讲过很多次了 讲过太多次了 而且还蛮强势 我们再换一个 换一个这个给大家看一看 第一个呢 我们就看华通 那华通呢 是标准的瓶盖股 这个每个人都知道的 那最近这段时间它做拉回 它为什么做拉回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呢投信本来呢 从六月份开始 一直是站在买方的喔 一直在买方 可是呢过去这六七个交易日呢 它们开始站在卖方了 才调解了 那这样不能视为警讯吗 这样好像很危险 投信有时候一吐就 对 可是 我们这边没有列出来的是 在过去这几天呢 投信在卖 外资就进来买了 所以他们是多空在那边 又在那边对坐了 这个土洋对坐了 好 OK 那六月份以来呢 可是投信还是买超过三万九千张 那再加上呢今天它虽然没有这个收复十日线 可是它是收复了五日线 那所以呢在技术面上来讲的话 它上档其实并没有什么套牢压力 大家不要以为说 哇 它再跌下来 跌得还蛮深的 跌破了十日线 可是它上档并没有什么套牢压力 所以它只要能够出量的话 它应该还是有机会再挑战前高的 好 也留意 投信真的不能吐太凶 对 搞不好被外资拉一拉 投信会回来这就更好了 是 那就更理想 好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大立光 指标意义 所以率先止跌的苹概股 对 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说 哇 一张两百万怎么买得起 没关系 我们把它当指标 对 我们当做指标 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 大立光这支股票 这个底部的形态有没有很漂亮 超级漂亮 超级大底了 对不对 一个超级的大底 而且非常漂亮 它占上年线 大家还在那边挣扎 是不是能够占上季线 那它已经占上年线了 而且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三大法人 从七月份以来他买了一堆 然后再往前看 六月份也是买 五月份还是买 从四月份就开始买了 从四月份底部的时候开始买 所以你看三大法人 其实很有远见的 所以这档股票 再加上他上次的法说会是他讲的 七月会比六月好 八月会比七月好 我当时就有讲过 大家千万不要不相信 连凭讲的话 因为它就是老实数 所以七月份以来三大法人合计 买稍微996张 这支股票我觉得 因为底部形态真的很漂亮 不排除下礼拜一 二可能稍微震荡一下 因为它站上这个年线了 可能要稍微的震荡一下 可是从整个技术面来看 它还是一档非常强势的股票 好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做是试金石 如果它开始有走落的现象 可能整体平台我们也要特别留意 没有错 有没有新的问题跑出来 是的 没有错 好 好 那另外就是我们讲到今天的重点 昨天韩后大跌的Intel带动 台积电今天涨 讲带动就太残忍了 敲敲板 敲敲板 OK 好 那其实台积电今天的收盘价 收在509块 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 大家可能会觉得 就是收上这个收上季线 那季线目前的位置在504块 那收在505块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干嘛要收在509块呢 那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 因为台积电它在506到507块之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跳空缺口 好 跳空缺口 这个506块 507块 大家可以看到 它之前冲到504块回来 505块回来 上不去就是上不去 这个506 507的缺口 昨天是开高走低 它完全填补了这个缺口 今天在这个开高留下影线收红 然后收盘价收在509块 表示怎么样 表示它这个缺口已经是完全填补 而且已经从压力变成支撑了 所以台积电有没有机会再走得更高 应该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边就形成一个类似 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所以应该有机会的 而且从技术面来看的话 它是有机会来挑战这个540到560块的 这个大量套牢区 那大家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好 目前为止台积电视法说 超乎市场预期好的 而且对明年成长它是有承诺的 是的 很罕见很罕见 对 当然最后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润态双雄 上次呢 我们分析完 还真的就打开了不跌了 有没有 但是事故又讲到观察 不要 我一直在问要不要抄顶 叫我不要 幸好手绑起来了 今天又跌停板了 而且传出润态权要办现金增资业 那有小股东就说 如果这个是开放小股东的 我要不要认呢 好 那么我们先下个结论 如果它的股价跌到够低的话 我觉得可以 够低是多少 好 那我们就给大家看 多低算是够低 OK 好 我们来看一下润态权 那润态权这档股票呢 在我们上次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它真的是有点冤枉啊 大人 你知道 因为它不是真正的 实质上的做生意亏损 对不对 它业绩不好或什么 不是 它就是账面上的一个损失而已 账面损失是可以回冲的 可以回冲的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作一回事 可是呢 为什么它今天股价还会跌停 我觉得有一个原因 有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今天看到PTT上面 那些乡民在讨论 那几乎有一半的乡民都认为说 它这个净值怎么做做账 它就这个账面上调整一下 它怎么就回到这个 感觉就是做账做出来的 对 就是这么说 不喜欢 可是呢 我的看法是怎么样 它本来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会计制度的不公平 所以导致呢 它的这个净值跌得很过分 它现在呢 而且是账面上的问题 既然是账面上的问题 我们就在账面上解决 它调整回来 我觉得是合理跟合法的 那所以呢 大家不要太衰它 这支股票 好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 你看股价可能的回稳的位置 是在哪里呢 预估的本益比低于6倍的话 就有机会了 那预估的本益 什么叫预估的本益比呢 就是今年 我们看它的EPS是多少 那它第一季的EPS是6块多 大家想说哇 那它今年不是要赚24块了 对不对 没有 没有那么好 因为呢 它第一季呢 股票还是赚钱的 然后呢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恐怕这个股票呢 大概都不会怎么样了 就是我指的是这个南山人寿 那南山人寿呢 它这一方面呢 既然大家都看 它是处于一个赔钱的状态 所以呢 那今年的这个本益比呢 我是把去年的 用去年的四成来计算 去年是赚了22块 那我们就估算它 今年赚8块8 那8块8呢 它如果它的本益比 低于6倍的话 又可以注意了 那8块8的6倍的本益比 是多少呢 大概就是51块多 51块多那边附近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在以下当然越低越好 OK 那然后呢 第二个我们还是要等它增值 自然的细节出来 才知道定价多少 对 第一个它定价多少 第二个呢 它会不会开放给小股东来 搞不好自己引进一些大股东 就吃完了 对不对 我觉得这可能性还蛮大的 可能性蛮大的 为什么说可能性蛮大的 我这样子讲 就是我刚刚讲的 它又不是真正的实质的亏损 对不对 所以它的股价跌下来 我们这个赌性比较坚强的 就是试个买股票的好机会 因为有一些金融股 好像也跑去买它的股票 对 没错 因为大家看 这个好不容易 它价钱掉那么深了 赶快来占个便宜 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 那如果真的有开放现增的话 大家要注意看一下 我们现在假设 它到时候开放现增的时候 它这个它的股价 譬如说是在55块 我们讲60块比较那个 它今天是61块6 我们讲60块 那么大概是低于 这个市价的17.5% 那个现增价 就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现增价 那去参加应该不太会 不太 赔钱的可能性不太大 好 施工讲得很含蓄 但是总之 我们就先等这个论态权 它的现增的细节出来 因为不见得开放给小股东 那如果开放给小股东 是符合天天价的话 确实是可以考量 因为真正实质的亏损 跟账面的亏损 我们还是要稍微做一点区隔的 当然广告回来 大佛要登场了 他告诉大家 昨天的第二季美国GDP 好像减幅比预期的好一点 可是如果我们细猜里面的项目 你会发现 现在第三季我们有点歌舞升平 好像且战且走 第四季要注意 很有可能有补跌段的出现 到底为什么这么说呢 广告回来讲给你听 今天很开心 我的老朋友大佛李奇展 来到理财达人秀 要来解读一下了 昨天公布的美国第二季的GDP 为什么可以比市场看起来 衰退的幅度小一点 我们应该开心吗 但是大佛是个很细心的人 他把他拆解出来 提醒我们 其实好 可能就在第三季 第四季竟然还有意想不到的下跌段 也许会过来 当然我觉得观众朋友还会很关心 现在美元是回跌的 我们要不要现在先换一点美元 因为据说你的判断是 第四季美元会再走强上去 对 没错 那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好了 我认为这一次的GDP表现 是给了大家一个反弹的空档 但是接下来 其实还有可能有更大的危机出现 所以有可能这个危机 除了欧洲 美国 甚至扩散到了新兴亚洲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现在要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这个危机会维持多久 就是这个经济衰退会维持多久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准备的这个数据 就是 这边有准备了美国的 实质GDP的季度年率 那当然他的年率 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你如果看他-1.6% -0.9% 其实他大概 大概就是所谓我们平常看到的 激增率乘于4的感觉 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到第一季 -1.6% 其实就是他跟去年第四季比较起来 大概是季减0.4 大概 那你第二季跟第一季比较起来 大概就是季减0.2 多一点点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件事 连续两季萎缩 其实它是跟第一季比较起来 是负的0.2多 对 那0.2跟0.1 跟0成长 跟成长一点点相比 真的有那么大的问题吗 其实好像没有 但是危机之所以在这边 就是藏在后面 好 为什么我们要做GDP的拆解呢 最主要原因是 我们要看他到底是不是整个结构坏了 而还是 偶尔不好 因为就算一个很好的企业 他偶尔也会因为一些 例如被倒账 因为坏账什么关系 然后财报不好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长期好的企业 他应该还是可以投资的 但如果今天是他整个结构坏了 那我们只看到第一季不好 第二季不好 那如果第三季不好 第四季不好 要到明年也不好 那怎么办 所以大家比较单眼的是这个问题 是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它实质上的变化 好 那因为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所谓GDP 其实基本上是所谓的四大组成 四大组成呢 用中文来说呢 也就是例如说像是民间消费 然后呢 还有这个资本投资 那资本支出 就是企业的投资 那还有政府的支出 那第三个是进出口 进出口就是干净的进 就是出口减进口 也就是所谓的 我们到底有没有从外贸赚到钱 那美国这一次的结构呢 我只能讲两个字 叫很怪 很怪 为什么很怪呢 是第一个 我们在想 美国之前不都是到处一直撒钱 然后印钞票 然后美国企业都是万二企业 美国政府万二企业 政府对不对 那我们讲第一个 先看这个 国内的民间投资 那这边有两个柱状体 红色的是今天第一季的数据 第一季 那蓝色的是第二季 就是昨天公布的 那这个呢 所谓的 这个零轴在这 那往下 其实就是假如它拖累了GDP 往上呢 是它带动经济成长 是 好 那你可以发现 国内的投资大幅下降 对 那表示什么 他们企业不投资了 企业不投资主要原因是哪边呢 住宅相关的投资也在下降 房价很贵 美国现在 以我们的概念来说是 因为第二季已经开始升息了 那如果在利息已经提高的情况下 大家就不想要去投资 不敢卖了 对 那这边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 那第二个呢 是 你知道吗 美国竟然可以靠出口赚钱 对 太奇怪了吧 对 这不是我们台湾在做的事吗 对 很怪 那一样看到这个 净出口 那净出口呢 一样就是第一季 是大幅下滑的 那第二季呢 是往上 那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结构 好 那事实上呢 它是出口转好 但是进口的成长力到下滑 那当然就是贸易顺差 好 那你看 美国都有贸易顺差 是不是很奇怪 对 所以这个结构怪嘛 那主要的这个赚钱的地方呢 是所谓的工业用品 还有材料 跟他们旅游的方面的成长 那所谓工业用品跟材料 其实很大一点就是 你想最近不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吗 对 你知道其实今年啊 美国靠出口天然气 就赚很多钱 出口原来也赚钱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 我们不能讲 它是一个结构性的转变 但它就是一个很大的 它可以靠出口获利的主因 是 好 那回到所谓的 我们看到最大的项目 就是个人消费 就是民间消费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些细项 但是我们先讲答案 就是民间的整体消费力道呢 其实是跟第一季相比是不好 也是下滑 成长力道是又有点下滑的 那但是呢 它服务性的支出是成长的 那我们等一下会有细项 我们先说是医疗保健跟食品服务 例如说你看病的花的钱 然后或者是你去吃东西要给小费 那或者是物价的价格上升 那这些东西事实上 你觉得会是一个经济 合理成长的地方吗 好像怪怪的 对 所以我会说 它的结构确实是有点奇怪 好 结构不理想 而且它的进出口可能也意味着 他们没有去跟别人买东西 有点买不起 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还有就是军火可以用送的天然气 我要用卖的 所以我赚这个钱 对 那其实这边有个比较麻烦的点 是我们如果看长远一点的话 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概念 就是如果美国的需求掉了 那欧洲应该开始升息 它的需求又下滑 那尼亚洲生产那么多 你到底要卖给谁 对 所以这是一个长期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构 结构呢 其实主要这一边 在民间消费上 他们钱花到哪边去 这边就是他们的GP结构里面 就是主要是家庭的支出 是有增加的 就是家庭必须要多花钱 那花在我们刚刚说的医疗 医疗就增加了0.4% 推动经济成长0.4% 然后呢 刚刚讲的这个食品服务 还有那个旅游是增加的 那旅游其实跟台湾有点相似 而就是因为疫情 好不容易有点解封了 对 虽然美国其实最近确诊又上来了 但不管大家要搭飞机 大家要坐车 去订房 去哪边玩 那美国的机票 说DN第二季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 涨了三成以上 所以呢 其实这些东西 就是通膨带来的现象 那不过呢 实际上他们拿去买 就是这边所谓都是服务消费 如果是讲产品消费 其实是没有成长的 是 为什么 因为它是实质GDP 那实质GDP 因为通膨上来了 所以他们的成长都被通膨吃掉了 那这个当然是一个不正常的结构 对 哇 听完大佛讲 花钱看医生 对 花钱吃东西 不管疫情怎样 我要去玩一下 我闷透了 是的 都觉得压力沉重 对 是的 那第二个呢 就想 但是我们就想 出口大幅回温 但是这件事情要好到第三季 是有点困难的 为什么呢 最大的风险来源就是在这边 美国的进口 第一季呢 年率是18.9% 还蛮多的 现在呢 现在剩下3.1% 那表示什么 表示美国对外的需求正在减少 是 那这个时候就出现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美国身为一个这么大的内需产业 那对外的需求减少 那表示什么 他们实际上成长的东西可能正在放缓 或者是民众觉得海外的东西变贵了 所以他不想买 那这个时候都会直接连带的牵动 整个新兴市场的出口不曉得到哪边去 那这个就是我们从美国的结构可以看到 它正在出现的变化跟风险 哇 所以等于这个礼拜公布的两件事 F1低升息3嘛 符合预期市场就非常开心了 对 GDP的下滑 低于市场的预期 也开心了 但是结构明明就有很大的问题 是的 所以现在这个大家的开心情绪 根本就是一时的才对 我们不能这样磨灭人家的开心 今天最早股票涨了 前几天也涨了 好不容易看到 你不要马上要讲你开心是白费 但是确实是有风险的 那尤其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 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到第三季 快到中间了 对 那我们也开始要准备第四季 跟一个接下来的走势 那我们呢 直接来跟大家讲答案好了 如果我们假如从货币市场看总金 那第一个就是美元的前景 跟现在市场的变动到底会往哪边走 那我们先讲第一件事情 就是呢 美国第二季的GDP 因为我们看到是不好的嘛 所以现在开始预期 经济前景不佳 升息速度放慢 那有人讲说 那不是应该是好事情 还有人说要降息了呢 对 降息我觉得 可能明年上半年就会开始了 那如果 经济的风险比原本更高一点 或许会更快 但是 但是我要先讲一件事 降息的初期一定不好 大家回去想 或许几次的降息 就例如说是疫情爆发的 2020年的降息 其实是要先大跌一段 之后才疯狂的上涨 但是你要先撑过大跌那一段 如果大跌那一段 你把股市AP删掉了 那上涨那一段你也没有 对 所以呢 接下来的重点就是 现在呢是 短线股市的利空出境 是 你看美国GDP都下滑了嘛 那你还能怎么样 难道台湾GDP下滑吗 那应该不会嘛 所以利空大家感觉出境了 那所以 美元呢目前是顺势的回檔休息 那我们等一下会提供一下 这个美元指数跟美元的走势 好 但是我们先讲前提大概就是回檔休息的时间 那接下来呢 就是美元如果真的在下半 应该第三季末第四季初 开始走强 主要冲击的地方是新兴市场 是 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 为什么呢 其实因为新兴市场很容易出现 股会在山沙 因为大家了解一件事 就是新兴市场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没钱 对 所以新兴市 你有听过 要靠外资 对啊 你有听过什么日本外资串逃 所以日股大跌吗 你有听过啊 你有听过美国外资串逃 所以美股大跌 没有啊 所以但是什么 新兴市场会 有外资离开 几款这种种字 对 没错 那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最近的地方 例如说是东协市场 那例如说像韩国 其实他们就真的是股会在山沙 那这件事情呢 目前开始休息一下了 现在正在休息 但如果运气比较不好 欧美如果真的有一些同步衰退的压力 那我觉得它会进入末跌段 那因为毕竟已经跌一大段了 那这个末跌段可能可以浅浅的解决 因为两三个月解决 但如果经济比较中更差 它就有可能会延长到比较久 那它就会是整个新兴市场的危机 好 等于是我们要把这个风险的警铃 还是要细在心里面啦 因为最近在反弹 可能很多人失去戒心 甚至连V转的幻想都出来了 但事实上经济前景 并没有什么好消息值得V转 所以大佛是提出了一个警讯 对 那但是大家 其实投资人最需要的是希望 对 如果能够V转也多好 对 但是其实 那V转因为少见 就表示它不太容易出现 那但是如果我们把风险放在前面 好好投资其实也不困难 那我们先讲 其实影响市场最重要的 可能就是美元 是 对好 那如果我们以美元指数来说的话 那我认为现在正在修正 那短一点的话 我们先看短线的支撑 那再看长线应该去怎么做操作 好 那这是美元指数 从今年以来的走势 那至少到目前为止 应该还算是多头 没错 对对 好 那美元指数 其实今年有一个上涨的节奏 就是它走一步 走两步 或是都走三步 一定要推后 你看是不是 上去就要拉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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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像股市一样可以一路喷出 所以它的节奏是比较有拉回的 那目前主要的支撑区 你从基础分析可以很简单看到 大概就是这一波前波的高点 看一下它能不能变成支撑 那现在刚好回来挑战 那如果运气好的话 那就在这边的大概105到105.8 震荡一下 那有守住就表示 它开始横盘整理 那横盘整理 接下来就是要等看 美国经济数据好不好 因为下一次美国要升息 是9月的事情 那如果可以撑到美国升息前 它没有很快下去 那如果美国开始经济 有一些回稳的现象 那后续就有机会往上走 那如果没有 等它跌下来的话 那升一点点 可能回到103附近去整理 那我觉得 现在有个概念就是 美元如果现在慢慢的修正 它是一件好事情 但你不能 不能让美元是暴跌的修正 因为美元暴跌修正 表示市场对于整个美国的经济 是很有危机感的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表示可能这个危机 会很快的扩散 因为你往前看 除了欧债问题外 所有的经济危机 都是美国先炸 炸的大多数都是 所以美国不能太危险 对 好 所以今天上下半场 一定要并在一起服用 怎么讲 因为现在的总体经济环境 它是在一个维稳的状态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转股 美国在努力的转股 所以我们要等到 第三季的数据出来 我们会比较清楚知道 这个转股有没有成功 因为如果以第二季的GDP拆解的话 目前还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所以我们再给市场一点时间 但是以个股来看的话 可能会是一个涨跌互建 因为产业前景有人先落底 有人可能到明年才会落底 所以现在选股的条件 就变得很重要 今天两场一起服用 对你的投资才会加成 好今天礼拜五的晚上 非常谢谢永年老师 还有大佛李奇展来到现场 袁老师帮大家解读了美股财报 跟台股的联动 下个礼拜 反弹也许会延续 但是我们要挑产业前景 现在比较光明的 那大佛也提醒了 我们到第三季末的时候 还有机会会有一个末跌段 当然这个末跌段 不见得会非常的强 但是这个锦铃 我们要细在心里面 千万不要因为这段时间的反弹 我们就失去了风险意识 这个非常重要 那希望今天理财答案秀 对您的投资有帮助 我们下周再会了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最爱你们 而且也最爱开车的赵华 今天要来请你们一起来收听 我的一个新频道 它叫做 赵华与古惑仔 赵华与古惑仔 在这个里面呢 赵华每天每天更新 会来回答各位股民的大小事 你们可以听到我最真实的心声 跟投资的心法 很多人在问 到底要怎样搜寻呢 其实很简单 就到谷狗上面 关键字就是赵华与古惑仔 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听到 不管您是不是苹果手机的用户 都可以一起来收听 每天更新 赶快来听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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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